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夜聊美股频道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talk君 那么今天三大指数都是下跌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尾盘的时候美股被往下砸 那么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流出了一封假的cpi报告 那么我们知道cpi报告的话是明天早上美东时间八点三十 那么但是今天市场里面流出来一份假的报告 所以直接导致将近尾盘的时候 那么美股开始杀跌 然后在结束之前五分收盘之前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候稍微有一波反弹 然后我们都说美股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市场 在我看来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有效 这个有效是打引号的 那么起码说明了一点就是这背后的一些那机器人交易 特别是部分的一些机器人交易 就可以把美股的大盘直接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往下砸百分之一 那么这等于是明对于明天出出数据的时候做一个压力测试 那么部分的一些机器人今天参与了这一份压力测试 那么结果压力测试完之后感觉还好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一封未经证实的一个谣言 所以市场上的一个市场上并不会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去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压力测试 那么真的到如果明天一个数据出来高预期比较高的话 那么那我相信市场上应该会有更加大幅的一个调整 那么待会的话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份假的cpi报告 我觉得还是假的有点过分 那么然后除了今天啊假的一份cpi报告 整个市场里面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微软裁员 那么还有就是谷歌的一份内部邮件 那么说明了谷歌在今年的下半年包括整个二零二三年 他们在招人这一块的话 那么只会限制在技术人才 那等于是缩减了他们原来的这一个招人计划 非常明显的一个cut spending减少开支 那么啊对于裁员这一块 我们这个频道真的已经聊了非常非常久了 我觉得从第一次啊 coinbase他们开始进行hiring freeze 那停止招人开始 我就说我说整个情况的话应该会变得更糟 结果coinbase基本上是一步步的先从第一步 停止招人第二步 那原来发出去的那些offer 他们直接选择毁约 那对于那些已经拒绝了上家 拿了offer那些人来说简单就是一个灾难 那么然后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coinbase还是cut 那接下去就是采用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演变 那而且当初的时候 其实facebook也是在那所有的大科技里面 基本上是第一家公司 那么他们有这个想要去减少开支的一个想法 那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初有不少小伙伴和我说哎 这只是贵公这只是和facebook是有关 那因为facebook他们广告业务的话有问题 这只是公司就是company specific 那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那而且这一个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来facebook 然后接下去是特斯拉 然后今天直接跳到microsoft 那一般来说 如果像微软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们都要开始进行裁员的话 那么这意味着基本上其他所有的公司 我是说所有的公司 不单单是标普500 那还有一些中小型公司 那基本上其他所有的公司 他们必须要减少开支 必须要进行裁员 那有两个角度可以去说 为第一个角度 因为对于微软这一类公司 他们很大多数业务都是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那相对来说b2b的那些公司 他所受到对于经济的一个影响 那会比b2c那一类公司 所受到的一个经济影响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那所以如果微软也要裁员 那其他公司基本上要跟进这一个脚步 那而且相反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下 那么很多其他公司不选择去cut spending的话 我会怀疑公司的一个执行能力啊 或者说公司对于对抗风险的这个应对能力 然后第二个角度 对于啊这一类大科技来说 之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大科技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类公司 他们的operating margin 他们一个margin都非常高 或者我们说非常赚钱 那如果非常赚钱的公司 现在都已经开始要减少开支 那么那其他的一些小公司 一些现在还没有非常赚钱 或者不赚钱的那些公司 现在应该做什么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季里边 啊我们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 那如果我们手里持有的那些公司 比如那在这一季度财报 管理层仍然给出来一个指引是非常非常的bullish 非常非常的看多 甚至于那并没有要缩减开支的这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我们首先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要打一个问号 然后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管理层选择不去减少这一个开支 那这背后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一个业务 真的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宏观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影响今天股市最重要的一条新闻 假的cpi报告 我这边的话有两份 左边那一份是假的 右边那一份是五月份的一个cpi报告 所以假的的话标题是六月份 首先假的最明显的其实是最下面的这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和右边这张图完全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他唯一修改的啊就是下面的一个日期 原来这边的话上五月份的话是五月份 然后六月份的话他改成六月份 其他上面的一个环比增长的一个数字 或者蓝色的这一条柱状体完全都没有变啊 所以假的一份报告他预测多少呢 他预测啊环比增长在1.7 同比增长在10.2% 这个非常夸张 如果明天数据真的出来10.2% 那我觉得指数绝对是像吃了蟹药一样 起码4%到5%的一个下跌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就在8.7或者8.8取决于我们看哪哪个数据人 好吧 然后我还去做了一下另外的一些测试 那因为我有怀疑说万一那么劳工局的人只是把一部分的一个数据更新 那下面的图还没有更新 然后就被泄露抽来了呢 那所以我还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把它下面那些环比数据给带进去 那我把6.4%的一个能源的一个环比增长和1.9%的一个环比增长带到我上次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公式里面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数字带进去 然后假设其他的一些那影响通胀的因素的话都不变 那样的话6月份的一个cpi在9% 那所以还是达不到这一个10.2 那如果要去达到10.2的话 必须要在那核心通胀里面service那服务里面的一个房租这个环比增长必须要非常高 而且同时可能还要机票的一个上涨幅度也要非常非常高 所以总结一下 除了已经给出的如果他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那能源上涨6.4% 实际上涨1.9% 那要去达到他最后10.2的这个数据 需要其他的一些数据非常非常差 所以可能性基本上非常非常低 我不能说他是百分之零的一个可能性啊 我只能说他可能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这个可能性 好吧 不过啊对于明天通胀我就不做这个预测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 昨天白宫的一个发言新闻发言人 那他已经给给整个市场打过一个预防针了 他说我们不要去关注六月份的一个通胀 为什么我们应该去关注七月份的 因为七月份那个油价已经掉下来了 那么而六月份的一个通胀只是一个后视镜 没必要去看啊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麻痹自己的一个策略 那么如果白宫发言人能够把这个讯息去传递给美联储的话 然后这边就是啊 Google他们内部的一份油价 我把它翻成中文了 我就不说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按个赞铃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前面左边左边部分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些客套化 然后主要是右边这边 他说由于今年迄今为止的招聘进展 我们将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放慢招聘速度 那么然后对于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三年的平衡 我们将重点招聘工程技术和其他关键岗位 并确保招聘的优秀人才与我们的长期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那然后今天啊我听了一下未来的其中的一个CIO 那他们对于很多机构的一些投资者做了一个下半年的一个指引 然后那一个演讲者的一个CIO 他说他们和其他他们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team 和全世界和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team 他们的一些CIO进行了一个讨论 然后做出了一些结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做了一些笔记 然后有几点我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首先第一点他说啊加利率的话 他说increasing rates 他说doesn't stop supply it doesn't fix inflation 那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是持有这个观点的 就是加息的话没有办法去解决供应链 那所以没有办法去解决通胀 那我我稍微说一下我和他我就我和这个观点 稍微有一点点那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现在影响整个通胀 那下面一些因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service那一块 那比如说房租 比如说医疗medical 或者比如说旅游这一块和旅游相关的一些机票价格 包括一些租车价格 所以那很多和服务相关的去影响通胀的一些因素 其实和我们传统上面所聊的一些supply 或者供应链是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这一部分更多的其实是和demand和需求那一块需求过剩所导致是有关系 所以我的一个观点通影响通胀其实两方面都有 那整个全球的供应链仍然是没有回到疫情前 那包括俄乌的一个战争 所以这一边供应链影响的主要是那食品的一个价格油价嘛 还有一些商品一些价格 但是同时那多余的从需求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多余的一些需求反应在哪 那主要反应在服务那一块 特别是在旅游复苏这一块 好吧这是第二点啊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他说接下去的一个投资方法是一个regime change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改变 他说已经他说no more goldilocks 他说no more by the debt 已经不可能再去啊封低就潮封低就潮 然后他说还需要从重新去衡量这针对机构投资者 重新去衡量六十四十的这一个投资组合 主要是针对养老基金啊 然后最后一个他说no more bond 那因为我们知道从零八零九年之后一直到疫情之前 那其实对于很多养老基金来说是过得非常舒服的一个日子 为什么因为债券收益率在收益率在降低 那说明债券的话在涨 然后美股的话也在涨 所以是那美股上涨 然后债券也是在上涨 那因为之所以有六十四十这一个投资组额 主要是在债券上涨的时候 那股市的话可能会跌一点 然后股市涨的时候债券可能会跌一点 那么两者主要是起到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 但是实际上在九零九年到二零年中 这就这个时间段来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 那么但是无所谓他不需要对冲 因为两者的话都在涨 所以这一个都在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然后第三点啊啊 blackrock贝莱德就他们下调了啊 us equity下调了美股的一个评级 然后他说现在整个市场只是反映了美联储非常鹰派的这一个语调 并没有反映出一个earnings啊 或者说并没有盈利的话并没有进行下调 所以贝莱德blackrock他们觉得啊 美股的话会有继续撑压的一个压力 然后第四点从资产配置这一个角度去看 那么从债是债券市场去看的话 他们建议增持那全球投资级别的一个企业债 那如果从股市的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建议hold healthcare医疗板块 然后hold energy 能源板块啊 然后其他板块的话他们并不看好啊 然后最后有一点我想说 我觉得是可能他所有的建议里面最好的一条建议 那就是第七条他说stay invested 他说you don't know when the rebound is 什么意思就是要保持资金一直在整个市场里面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反弹会来临 然后他举了一个数字啊 他说一九三零年以来标普五百到今天为止 总共的一个回报是在那百分之一万七千 就是一共翻了一百七十倍 那么但是他说如果每一个十年 我们去掉回报最好的一天的话 过去的将近九十年以来吧 总共的一个回报在百分之二十七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把资金 永远都放在股市里面的话 那或者我们选择去tend the market 有时候可能会错过涨幅最好的那一天 我记得以前也分享过类似的一个数据 然后有一部分小伙伴觉得那相反的 如果我们成功的去避开了过去每一个十年里面 走势最差的那一天 最后的这一个回报 其实比这一百七十倍的话更高 但这背后有一个逻辑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如果我们资金或者部分的一个资金 一直在场内的话 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永远不会错过涨幅最好的那一天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百分之一百保证的 那但是选择去tend the market那些人 没有办法去保证每十年里面最差那一天 你都可以非常完美的去夺过 那么而同时又不错过回报最好的那一天 那么我觉得这一条建议真的非常好 这才是我今天最主要想分享啊 贝莱德他们webnam的其中最大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知道明天cpi数据是出在美东时间 早上八点半啊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开盘是什么时候 开盘是美东时间的九点半 那所以如果cpi数据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然后我们又想跑路啊 但是还没有开盘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这边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就是选择去富途摸摸开户 那富途摸摸的话他们是支持美东时间 早上四点多就可以开始交易啊 那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空间啊 盘间和盘后都是 而且同时现在在美国的市场 那只要大家现在现在选择去开户的话 就可以直接获得一股免费的股票 那开户的同时入金任何的一个金额 再可以获得五股的免费股票 那如果入金金额达到一百美金的话 再可以获得一股免费的股票 入金达到两千再可以获得三股 所以总共的话最多可以获得十股免费的股票 这在盘前盘后提供灵活交易的同时 还赠送十股免费股票 那如果大家现在券商没有 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富途摸摸 那前面是针对美国的小伙伴 这边是针对澳洲的小伙伴 那现在他们在搞一个deposit match 那就是开户并且入金一百澳币的话 就直接赠送十十澳币 那两百的话就是二十最多的话 可以获得五十澳币的奖励 然后前一百八十天的话 还是免交易费 那最后我们快速聊一下 Pepsi他们的一个财报 那首先从数字这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不管是营收也好盈利也好 比华尔街的预期的话都要高 然后从指引这个角度去看 他们把全年的一个指引营收往上调了百分之二 那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但是毕竟他们把他们guidance往上是往上调了 那然后从盈利这个角度eps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并没有动 那所以基本上今天发完财报之后 可以看到Pepsi的话 基本上是股价的话没有动 就在那边横盘啊算是一份比较合格的一个财报 然后我觉得财报会议里面 我快速去听一下财报会议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是 然后管理层说 现在还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消费者有改变消费的这一个习惯 那因为在当下的一个高通胀高油价的一个情况下 那从Pepsi他们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并没有看到consumer 那有在消减对于他们产品上的一个花费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那在今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 Pepsi他们一直对于他一直聊到这个 那elasticity就是一个弹性 那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一直在加价 那但是在他们加价的一个同时 消费者对于Pepsi他们的一个加价反应其实非常好 甚至于第二季度是超出他们自己的一个预期 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啊 Pepsi起码在这一块的话 他们有这个定价权 因为他们加价消费者还是买单 那所以他们选择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他们会继续加价 那所以这个行为最后也反映出他们把全年的一个营收指引往上调了百分之二 啊所以总结一下的话 在吃零食软饮这一块 那消费者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消费习惯的一个改变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如果我们光看他们北美的一个业务 那么分三块 第一块的话 那这一块的话主要包括哪一类食品 我说一下大家就知道就知道了 cheetos 然后doritos 我相信大家都有吃 但是我自己的话对他们这一个不管营收啊还是volume都是有贡献的啊 所以第一栏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营收他们那个organic 那年增长的话是在百分之十四 但是从这一个volume体量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他其实下跌了百分之二 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消费者 那么他们购买的一个包数 我每购买的一个doritos 今年比下上一年其实是下降了百分之二 但是从营收的这一个角度去看 比上年反而是高了百分之十四 这说明什么说明pipsy有一个定价权 说明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长 那都是因为通胀的一个原因 他们去涨价所得来的 那这个有一点像上一季度沃尔玛财报里面说过 那他们平均一个篮子里边 那消费者购买的一个键数往下降了 但是总金额的话往上提升了 那这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总主要总金额往上提升是因为涨价的一个原因 好吧 然后quicker foods是他们唯一在北美业务里边 从volume这个角度去看 同比的话是增长 那而且营收增长在百分之十八 其实是非常好啊 然后北美业务最后一栏的话 pepsi那软饮这一块 其实和doritos和cheetos都是一样的 从volume这个角度去看 同比的话是下降的 但是营收的话是增长 为什么加价 好吧 所以消费者在零食啊软饮这一块 还没有开始消减开支 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